左顧右盼四处张望 拜登又在演讲之后上演舞台迷航记 高龄79岁的拜登多次在台上的荒唐表现 让不少人质疑他是否还具备领导美国的能力 而其中选举只剩三周 民主党选情告急 但没想到拜登依旧自信满满表示 拜登跟外界看法不同 因为他为了扭转选举颓势 近期可是无所不用其机 美国同棚仍然居高不下 还未降到联准会设定的2%目标 但华尔街日报报导 联准会近期传出声音 主张在11月会议之后 将开始放缓升息步调 12月小幅升息 美股21号也应讯大涨 四大指数全面进阳 拜登也转攻年轻市场 8月底签署通过减免全身贷款计划 而遭到共和党起诉 试图阻止计划进行之下 联邦上诉法院也提出质疑 并下令暂时搁置 比起共和党闭口不谈 今年遭推翻的罗素韦的案 拜登18号直接承诺 如果民主党获得国会多数席位 选后他提出的第一份法案 就是将堕胎权写进联邦法 拜登政府加紧脚步打击前总统川普 就是担忧其中选举将如外界预期 由共和党重掌中医院 而这将导致国会最后恐怕还会喊停 对川普的调查 并将调查对象指向拜登政府 甚至提出弹劾 记者刘嘉宇报导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